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兄总共就这两个儿子 一个一个都被卷进了销赃大案 他身为一家之主 一族之长 一出事情就把儿子推出去 实在是太过了 四郎五郎虽说有罪 但到底还是咱们郑家的子嗣 身为父亲如此行径 也有违父慈子孝的道理 三弟所言 句句在里啊 二位都是有担当的长辈 连美顾曲的死老五郎 近日开了祠堂 迎他们二人的神位进来 可我姑父 我姑父抛下这偌大的家也不知所作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如今 郑该是二位力往狂澜 换郑家一片清明的时候 郑二叔 族中长辈 除了姑父 再无旁人了 再无旁人了 此话倒是 玉小娘毕竟还在啊 哦 四郎没了 我姑姑大娘子 便去了安堂清修 现如今 五郎也没了 不如将玉小娘送出去 既是规矩 也是功德 张寻察一再登门未逼 我姑父是万万不敢回来的 就算她回来了 她过去犯下的种种过错 足中人望 哪个不是更偏向您二位啊 还请二位做主才是 也罢 就把 玉小娘 送走吧 二兄主持大局 我愿 负即位 多谢二位 这都是我等应该做的 啊 你呀 多加保重 我 我 五郎 五郎 你且在天上好好看着 让开 张号手来了 让开 张号手来了 张号手就 雪柱 宋哲没死 对不准对不准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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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嚇到你了 对不住啊 张号手 我还活着 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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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 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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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水 水 来 没事了 没事了 火 火热酒 来 多谢 好样人吗 陈世元把我血柱拿走了 我原本只是以为 一颗血柱不过是阿娘留在这世上唯一的留存 陈血柱而起 死了多少人 不值得 不过一只奇怪 你到了阳州之后 这血柱从未死人 为何正是人抓了你之后 就直接拿走了血柱 而且他之前对血柱也没那么多关注 除尹王外 这郑氏园背后 这郑氏园背后 肯定还有一股势力 对血柱势在必得 势力龙道 有祸血 还是力魁 这力魁 郑氏园 尹王 他们是一伙儿的 现如今他们凑齐了两颗宝珠 肯定会找机会离开 去寻找那传说中的古丽丝丹宝藏 这力魁定不敢轻易露面 我们得想个法子把他逼出来 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那就是我真的死了 那如此一来 我就可以封城大搜了 郑氏园躲着不敢出来 现在尹王又要应付 我们两个人的疯狂反扑 到时候 他就只能用力魁 而且还有 若端午还活着 尹王在 这些人 我很难对他顶罪 受郑家手段逼迫 关门大吉 流离失所的商户不计其数 何止是情侍流离方 就连我的明镜台 也一而再 再而散地受到打压 其中三条任命 差点就受于郑家所破 若上今日各位 都还想要明哲保身 兼目诗经 闭口不言 日后若是我明镜台不在 谁又能替各位 打抱不平 你们 你们都不要信她的话 快 把这个满罪胡言的女人 给我赶出不好 快赶出去 湛世元 你别再给脸不要脸了 此前这些事情 便都是我明镜台之事 与诸位无关 那诸位可知道 你们每年所缴的会费 都是用在了何处 什么 我们交的会费 也被贪了吗 据我所知 扬州宝行 每年以大中小 三档缴纳会费 可账本呢 账本诸位可曾看过 账本可拿得出来一看 聚宝斋每年 是交了一百万钱 可称之最多 可据我所知 你挪用的远不止一百万钱 郑哈爽 宋冬卓所言到底是真是假 会费乃是保行商户 应其呼出所用 你也怎敢挪用啊 你们不要被她骗了 她怎么可能会有保行账册 我为何会有保行账册 两位好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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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个畜生 这是吸我们的血啊 就是这样 你们听我说 都听我说 这账策乃是她假造的 你睁开你的狗眼 把也是黑色写着的 真的是她假造的呀 仗策不是假造的 是我给她的 我罪是酒 我阿姨当年掌管杨州保行的时候 历来便是内外两本账本 想必郑行时候 也只是沿用了这不成文的规矩吧 这三笔账 我可以清清楚楚地跟大家说明白 第一笔四千万 郑家是为了买色色囤积居旗 这第二笔三千万 是在穷花会上 为了讨徐长使的欢心 想着法的给她送钱 这第三笔两千万 是为了购入真郎阁这个空架子 分润大头给徐长使 这三笔 每一笔印的 可是航手印 你 崔石角 你别忘了 你是崔家敌女 武郎她怼你 我阿姨早就把我赶出家门了 武郎 武郎早就死了 他是被你逼死的 我跟你们郑家没有丝毫的关系 你记住 我不是崔石角 我是崔卓华 真郎阁的主人崔卓华 郑家奴用宝航护注金的事 我有账策为着 至于多年来 郑家欺压百姓 履行不法 我可以亲自作证 你 弃辱无辜 谋财害命 贪污汇费 各位作为宝航商户 怎能容得下此等奸人 作为宝航好手啊 发现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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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架杀人 律法不容 张志远 来 随我回大多多府吧 带走 是 好 真是 真是 真的挺没良心的 当时我死的时候 闹得沸沸扬扬 你也不说来明镜台送我一尘 我又不是你朋友 凭什么来送你啊 再说了 比起来我假惺惺的 去明镜台给你上香三柱 把郑世元送下去陪你 你岂不更高兴 好 嘴上说着不是我的朋友 却要如此的了解我 善如心腹 是知己 但是可惜我们只做到了一半 没能 亲眼看见郑世元去死 崔石九 你叫那个什么崔 崔 崔浊华 崔石九不是挺好的吗 桃之夭夭 浊浊齐华 知子于归 宜齐世家 我阿姨给我取这个名字 只是希望我嫁人的时候 宜世宜家 但我阿娘却是真的希望 我能浊浊齐华自在绚了 所以我叫崔浊华 是真狼阁的主人崔浊华 江洋舟宝航航 我手阵势员拉下了宝座 一举成名 恭喜你 宋航舟 你又没想过 万一我给你的账本是假的呢 崔氏敌女崔石九可能会骗我 因为她那会儿困疑异 眼里只有崔家 那崔家弃子崔石九可能也会骗我 因为她是正式的附庸棋子 她身不由己 但是我觉得 正狼阁的主人崔浊华 她不会骗我 因为她心如明镜 知道自己要什么 就冲你这个心如明镜 我敬你一半 谁能想到 昔日这个小小珠呢 混得风生水起 十也 命也 不是你的 曾经经历的种种苦难 经历的时候总觉得痛不欲深 但如今回想看来 今日我苏慕哲能够立足在此 那也是因为昔日的端午 你和她怎么样 又没有人要带我远走高飞 又没有人要带我远走高飞 我的命有没有你好 我命好 啊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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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